我告诉你啊 我说要钱的 我一律不要 不要钱的 你给我选 我养过他 我养过他到死 我养过他好 掉到我这就掉腹坑了 他来了 他来了 相亲界的祖师爷 幻想挣的鼻祖张子复张大爷 他又又又来了 张大爷 今年76岁 退休金5000元 有房 快点进屋 这是我来帮他做饭的 这是老妹子 我打电话 让我老妹子从前来的 来给做的饭 你自己不会做呀 你自己不会做饭的 那你平时大政啊 我要做饭我就不找人了 一辈子没做过饭 叫儿子回来给炒菜 儿子个店场上班俩儿子呢 哎呀这是费的 饭可以我买了些现成的 菜不会做 菜一点都不会啊 你俩都不会做 炒个鸡蛋啥的也不行啊 炒个鸡蛋啥的也不行啊 炒鸡蛋做不了 哎妈 都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 炒鸡蛋都不会 都说虎父无权子 你儿子是自学成才啊 看上这么一个巨婴老爹 看来这俩大儿子是上天派来报恩的 我看你这耳朵上面带着 耳朵上面带着 周天蟹 周天蟹 耳朵背掉这个耳朵 从啥时候开始的呀 这有过有过些年了 有些年了 有 大概大概都得有十年了 上火了还是生病呢 也没上火也没生病 大概我检查他可能就是清理老化 自从红娘进门后 张大爷这张嘴就像打开了沉风已久的画匣的好家伙 那叫一个来势汹汹 慷慨激昂啊 大爷说了 要不是耳朵有点背 他可以说的再生冻邪 毕竟干了一辈子的人民教师 说话还是很有水平的 先来给你讲讲咱的光辉岁月 都在哪个学校啊 那多了 要说当老师吧 走五六个乡镇呢 对很少很少 你打一打一般都 一地方都老是一个地方 那咱们在啥能走五六个乡镇呢 人能活数能死 走着吧反过前半生吧 前半生当了一半时间校长 语文教过 书学教过 我要说我啥都能教过 你看我这些书 你要在松原里 要能找着我这些书的 那个人家都不太多 咱们别说书签门第 一万多块钱的书 书签是一万多块钱 都说维运时表 教书育人 你这齐单尾巴绑要不 这么张扬 教出来的学生 是不是也都是变类型人才啊 为了证明自己的完美履历 大爷再次拿出 更有说福利的证件 总之今天就小刀捅屁股 让你开开眼 能看到这些 那是你们的荣幸 看看 优秀教师资格证书 看看 高中教师 专业 合格证 你看看 是不是高中教师 专业合格证 嗯 教高中 你看看 是我本人 你看看 这里头这东西多了 粮食本 供应本 工夫医疗证 要一般的我 我可以这样说 就找这些 档案 这个都找不着 这 这都是宝贝 这都是历史 见证自己的历史 这是文物了 已经是 你要能看出这个 我就觉得你很荣幸 像你这一样 成功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张大爷说了 之所以自己这么优秀 离不开老伴的支持和照顾 一直过着翻来张口 一来伸手的张大爷 因为老伴的离世 瞬间从天堂跌入地狱 没想到竟然被一顿饭 难倒了英雄汉 我呢 凭满腔热情 满腔热血 工作了一辈子 老伴伺候一辈子 我说功劳 有我一半 有你一半 不是吗 五十多年 哎呀 不离不弃呀 这这这 相扶到老 死了 没有办法了 我 我没说 他死了 我跟孩子说 我说你妈死了 我都死一半了 爸爸都要死了 你死前杠我 我不惦记别的 我就惦记你吃饭 老伴离世后 大还是大爷 百事孝为先 为了让老爹吃上一口肉饭 两个儿子接替了母亲的工作 搞得他们那叫一个苦不堪言 无奈提出让大爷在找个老伴 为啥现在都一年多了 吃饭太困了 儿子回来做饭了 没有时间 人家班上跑回来戴着安全帽 给我去炒菜去 爸你找一个 我说我要找对不起你妈 我跟你妈俩感情非常深厚 我不找了 我说我 中国人讲的这个从一而终 从一而终 这话能听明白吧 这话 这话稍微有点深度 我整电风锅一下掉地下了 把我脚烫的 就跟这点 俩月没下的地 总之 我才冒双全 就是不会做饭 小兔头上爬一狮子 明白的 从一而终 跟有人伺候相比 后者为王 毕竟距离死亡还有二三十年 不能委屈了自己 咱也是推下车里扭屁股 身不由己啊 你看不行了 我也死不了 我一百岁死不了 我身体 大脑非常健康 心脑胸管没病 能死人吗 我知道 活十年二十年 你不找人伺候 我咋活着 身体素质这么好 还是教书育人的优秀老师 活到老学到老 这个道理应该懂的吧 抽烟烧枕透 怨不着别人 咱是不认识人的 还是不认识人的 我看你就是水仙不开花 广算 为了找人伺候 继续享受 翻来张口一来身手的日子 大爷找到了中介 就我这地方 小田地里住 你上哪找去 人家告诉你 找老伴去中介呀 花钱上中介吧 就这么上中介上 但是给人的老太太呢 有的是一千五一不干 就得两千 就得两千 保姆我不要 保姆伴我也不要 我就要找个老伴啥呢 都是俩人到一起 就成一个家 结果现在整个啥变味了 找老头吧 和老伴来就业来了 就业了 挣钱来了 就叫开工资 社会风气变了不是吗 大爷你这叫硬要麻雀生鹅蛋 蛮不讲理 中介介绍的不就是保姆吗 不给钱让你白嫖啊 真是癞蛤蟆想吃灵芝草 白日做梦 最后为了省下两千元的中介费和保姆费 大爷改变策略了 我要找你们的原来不晚呢 那你说了为中老年人免费相亲 我打听了 我说你们是不收免费相亲 那个老伴呢 要不要钱 有要钱的 有不要钱的 我告诉你啊 我说要钱的 我一律不要 不要钱的 你给我选 我养过他 我养过他到死 我养过他好 掉到我这就掉腹坑上 我这独门独户 经济独立 生活独立 一切独立 你看 在松原市你不好找 保姆每天也就是做饭洗衣 还要钱 但是老伴就不一样了 不仅做家务 还赔了赔税 关键是还不用给钱 大爷 神机妙算啊 对于未来的老伴 张大爷就一个要求 会做饭就行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今年64岁的张大妈 70多岁左右的人的 人的有素质 年龄呢 就当说 大我个10岁8岁的都可以 我从来都不看钱 我最看见是人 人品 主要是人品 这不就妥了吗 张大爷就喜欢不要钱的 赶紧走起吧 这几位来了 那个就是 是不是 那位就是 开始的印象就挺好 能伺候 来 行 好像还挺有西方 四面都有传闻 通风良好 光线非常充足 第一印象 见面的第一印象 就是演员 行 这个行 那他伺候我是没有问题的 大姐说了 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了 他特别喜欢有文化 有素质的 听说大妈喜欢文化人 大爷不淡定了 表示自己就是松原藏书第一人 十大名著 文学历史 百科全书应有即有 工作的前半部分当领导 后半部分 语文数学 最后叫高中那个 没看昨天就资格证书吗 叫高中历史 叫高中最后退的 四大名著有评装本 精装本 核定本你看多少四大名著吧 这是教育部人力资源部颁发的荣誉证书 要是看这些证呢 一般人都没有了 教育部和人力资源部颁发的 对对 一般能有吗 一般人得不着 这荣誉证书啊 说到职业生涯 大爷再次滔滔不绝 本来对大爷还稍有好感的张大妈 脸色却又白转黑 脸拉得比鞋拔子还长 这又是咋回事呢 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都说被崇拜的爱情财长久 经过大一顿丝卖自夸 崇拜倒是没有 反倒起了反感 完全没有察觉到大妈情绪的张大呀 继续喋喋不休 侃侃而谈 我那经济独立 生活独立 我挣的钱嘛 东西嘛 儿子也不要 这都是我的 就这个小楼不太好 80平的小楼 工资吧 4800 儿子到处找 我这老四儿子 他说爸 要给那个 老给爸成天找老爸 不愿意笑话 哎呀我说你是笑子 一是解脱了你们的负担 二是爸爸晚年生活 幸福 他们不能笑 他们的赞扬你 得点赞 吵儿子 笑起 大义自夸起来是老母猪带胸肉 一套又一套 可坐在那的张大妈如坐针毡 耳朵都起茧子了 接着大爷又说了 如果没有儿子的知识 还没想到去中介找老爸 中介去了好几次 有的吧 我我我还找个一个啥疯子 精神病 来四天犯病了 我告诉我儿子 赶紧送走不送走 东菜刀他切面片 中菜刀行凶呢 他就不管好赖 不管什么样人 只要我收你中介费 我推出去就不管 我我看你们这个 原来不管这个栏目吧 我就心有所动 我就给你们打个电话去了 曹操败走华容道 不出所料 做那始终一言不发的张大妈忍不住了 你找的到底是保姆 还是老爸这点你得弄明白 上中介 你没说你是找的这个 呃 那个老伴 你因为你到中介说的是 我听你听你说的啊 你是跟他你说的啊 因为你找保姆 保姆和孤独就是雇佣关系 我告诉你 所有所有的中介 没有一个人说我要找保姆和保姆爸的 我去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找老爸 对啊 别的人都不需要 我都不 就是保姆保姆爸 不要钱我也不要 就不就这个意思 我为了组成家庭 哎妈 现在谁家也不学义啊 跟了你岂不是平路 不走走自我自讨苦吃吗 既然说到不要钱的保姆提醒大了 你是要钱还是不要钱呢 是不是不要钱呢 那分咋说 不要我不要是不要 看你想不想给 你不要我还还能硬给吗 不要 有的现在在中介要钱吗 就像上车来 你是打工似的 还叫开支美气明月 干啥你上班要是就业啊 搁上车来 是不是 那就没有意义了 实际夫妻意义 夫妻之间 咱们组成家庭是老咱口子了 夫妻之间那还能谈到给谁给谁开支吗 是不是 可不是吗 夫妻之间还分什么你我 男主歪女主呢 你先把财政大权交给大妈和好 当大爷大凡特谈女人要钱这个观点时 大妈不乐意了 虽然自己没有打算要钱 但是有些老太太要钱也是情理之中的 一旦有什么大病了 但是毕竟是后解核的吧 你说有点啥病了 假如说他突然得肿瘤了 需要十万二十万 那你咋解释 那你要是不要钱的话 十万二十万也得充益这个治 这个未必做到 有的时候吧 这个案子咋说呢 我也有很多根据 老头是当时跟你一样 有能力呢 你嘎嘎啥都决定了 你得又不能决定那天吧 你得听儿女的吧 之后儿女啥都没有啊 回去吧 没有钱 张大爷找老伴就是屈了口的镊子 一毛不拔 听不下去的张大妈 直接摆出教廷的手势 这人不行 我就告诉你这时候跟你说 彻底的不行 这人彻底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这个话太多了 他一直他拿着他那个教室 给学生讲课在学校那个状态 他不会投入到生活状态 为啥一见着 对着镜头 一见着生意 都给你那种感觉 这女人 让他琢磨咱 这人看上去 他得七十七八 七十八九 不像七十五六 对不像七十五六 这人看上去得七十八九 但是这个人 是百分之百的 不可以 本以为张大爷是人民教师 是高学历 高素质 高层次的三高老头 没想到是程老金的斧头 也就这两下子 回到屋里 大妈直接快刀斩了嘛 把张大爷杀了个措手不及 今天见到你很荣幸 来握握手就这么地 今天谈话到此位置 好的 不往这儿谈了 这也到时候了 这还有啥谈的 就谈这个了 你握握手啥意思 我不知道 谈到这就可以了 这不都说明白了吗 就说明白了 都说明白了吧 这都说明白了 嗯 我不知道你表态 什么意思 我 同不同意 我认识做个朋友 做朋友那就多了 好了 那这行 好了 送走大妈后 大爷认为不是大妈 握着棒锤当萝卜 不吃货 而是他的自视清高 有退休金有理器 如果没有退休金 说话唠嗑就不会这么高高在上 刁钻刻骨 这个不要钱的吧 要是没工作的 他就 他那个条件就低 现在开支 又是退休有工作的 不管挣钱多少 他要求那个条件呢 就高 就刻薄 嗯 别的就不刻薄 大爷想找个不要工资的老伴 你处理他出钱 相守到老 大妈却认为毕竟是厚道的老伴 牵扯到双方的子女 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虽说自己不图钱 但是大一毛不拔的态度 也不敢苟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